在本期Spros视频中,我们将介绍七种学习一门新语言的方法。 破釜州市学习 离开舒适的家 去一个充满目标习得与语言氛围的地方 然后在那里生活六到十二个月 有时你可能会感到痛苦和孤独 但你一定能学会如何说这门语言,并获得难忘的经历 沉浸式学习 也许更简单,更有效的方法是沉浸式学习 也就是通过接触和制造语境来学习一门新语言 举个例子 如果你想学意大利语,不妨去一家披萨店 你可以试着阅读菜单,甚至可以用意大利语点菜 Antipasti, Pizza Tono,或者有人想要Gilato吗? 注意法学习 注意法是通过尽力联想 从而更轻松地学习新词汇的方法 例如,假设你想记住法语单词show 它的意思是卷心菜 show在英语中的发音与show的发音很像 所以你可以想象把卷心菜穿在脚上 然后,当你想要想起卷心菜时,你的大脑就会想到卷心菜 语字,shows,show 读写法学习 读写法是通过书写来练习的方法 学生们一边书写目标语,一边大声地读出来 在你写一个句子之前,先大声地读一遍 然后在书写的时候,再大声地读出每个单词 这之后,再大声地读一遍你写下的句子 这个练习的目的就是强迫自己放慢速度,关注细节 以复习不认识的单词,并且重新整理你的语法 跟读法学习 跟读练习是学习词汇的一种方式 用耳机去听新单词,然后试着去复述 尽你所能快速又大声地跟读出来 发明家亚历山大阿规列斯会说50种语言 他建议在跟读练习的时候进行快速 以便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警觉性和血液流动 巧用科技和APP 如果你想学习一门新语言 但是却没有人可以帮助你 那就上网看看有什么可以利用的网站吧 就拿多灵国来举例吧 这是一个完全免费并可以教授多种语言的软件 它既有趣又有效 可以在上面练习阅读、写作、听力和口语 Quizlet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词汇的工具 它允许用户查阅有语音支持的卡片 这样就可以学习新单词 并且掌握其正确的发音 组队学习 如果你不太喜欢利用技术 而是更愿意和别人一起学习 不妨试试著名的多语高手 UP主提摩西杜娜所推荐的方法 即通过视频聊天软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进行交流 然后相互教授、相互学习 这对他来说很有用 他还不到18岁 就已经会说20种语言了 感谢收看 你还可以查看其他Spros视频的学习技巧视频 其中也有一些对本期视频中学习方法的补充 请在下面的评论留言给我们反馈 或者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最喜欢哪一种方法 如果您觉得本期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观看我们其他的视频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您想支持我们的工作 请登陆Patreon.com Spros加入我们 想要了解更多信息和获取更多内容 请访问SprosKurs.com 请访问SprosKurs.com